高雄市長當選人韓國瑜忙著為就職做準備 不過都還沒上任已經爭議不斷 像是朱婷瑜這樣的人選 他第一個他是正二代 第二個是他爸爸是十大通緝要犯 然後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其實 過去也有因為會選而當選無效的記錄 那一定要選這樣的人嘛 有沒有更好的人選 先是小內閣人士任用接連出問題 桃園市議員王浩宇更在臉書上PO文 直接點名韓國瑜是個空殼 選後沒多久就有不少住在高雄的朋友後悔投給他 再說到韓國瑜選項 國民黨的老舊官僚都會回籠 有更多的泡泡隨時都會被吹破 比如說以迪士尼的狀況來說 他明明就知道說台灣沒有那麼多的人口 可是他硬踢出來 踢出來之後一當選就要去承認說 很可能不可行 文章一發出王浩宇的臉書 隨即湧入簽名網友席版 挺韓反韓掀起論戰 政治你要順風是很簡單 可是每個政治人物都要有在逆風的時候說真話的勇氣 那我覺得韓國瑜這個時候氣勢正高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提醒他說 在用人的上面跟政見落實的上面 你已經當選了 你必須要提出辦法 否則下一屆你不見得能免認 面對批判韓國瑜以一貫幽默回敬 話題性極高的韓國瑜選前選後都是焦點 挾著選民高度期待入主是福 證監能否兌現上任後還得接受嚴格檢驗 回去新聞層面林文凱 張元春桃園高雄報導